悬挂老挝国旗、党旗和70周年旗的直升机飞过标兵。 新华社记者居振华社 新华社万象1月20日电,记者居振华、张建华,庆祝老挝人民军建军70周年庆典集会20日在老挝万象省库马丹学院阅兵场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和俄罗斯、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等国军队代表团观摩阅兵式。 老挝人民军各军种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近万人参加庆典集会。 老挝人民军建军70周年庆典集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居振华社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阳 在庆典集会上发表讲话。 本阳说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和严格考验。 老挝人民军锻造出坚强刚毅的品质。 不断发展壮大。 党和国家坚信 老挝人民军将继续传承 发扬民族和革命军队应勇不屈的传统。 克服各种困难和阻碍。 夺取更大胜利。 建立更大功勋。 为建设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 做出新贡献。 老挝老革命方阵的老兵们 向观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居振华社 八十四十分许 阅兵式正式开始。 老挝国防部长战沙盟检阅了授阅部队。 分裂式上 二十五个徒步和装备方阵 先后通过观礼台。 其中既有展现老军光荣历史的老革命、 攻勋骑队、伊沙拉部队等方阵。 也有展现老军建设成就的坦克、装甲车、火炮、防空装备等方阵。 分裂式期间 老空军八架教练机低空通场进行了飞行展示。 阅兵式前后 老军官兵还进行了拳术、刀术、格斗和反将等表演。 二十日晚 老挝国防部将举行庆祝晚宴和烟火表演。 环球网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十点二十六分 嫦娥四号探刻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着陆。 在消息正式公布后不久, 美国宇航局NASA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发推, 向中国嫦娥四号团队表示祝贺。 布里登斯廷还称, 这是人类史上的首次, 更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据人民日报消息, 此次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 首次月背软着陆。 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 俄罗斯Blendread网站27日在推特上发文称, 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RC-135V27日, 在克里米亚沿岸地区, 进行了侦察飞行。 俄新社12月27日, 披露了这则消息。 据俄新社27日报道, 根据该网站的说法, 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RC-135V, 于莫斯科时间, 早上7点半左右从希腊起飞。 经过几个小时后, 开始侦察黑海沿岸。 下午一点, 侦察机RC-135V, 飞回美军基地机场。 该网站表示, 后来该侦察机RC-135V, 还在加里宁格勒地区, 和白俄罗斯边境附近, 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 俄新社报道称, 最近, 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外国侦察机和无人机活动都有所增加, 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附近。 俄国防部一再呼吁华盛顿放弃此类行动。 但五角大楼表示拒绝。 2C-135侦察机, 是美国空军现役部队装备的一种战略侦察机, 擅长在目标国沿海地区实施隐蔽侦察行动。 性能比E-P3侦察机还要优越。 此次美国派出的2C-135V型侦察机, 主要用于执行电子侦察与监视任务。 机上装备有大量尖端的电子情报收集设备, 可用于监听对方雷达和电子通信设备的信号。 任劫, 退役军人事务部走访卫问部队基层官兵。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少诚, 19日率卫问团赴河南安阳卫问陆军谋旅官兵。 向全军官兵。 向全国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腐对象。 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的问候。 野门政府和胡赛武装, 同意推进战俘交换工作。 新一轮野门问题和谈, 日前在约旦安安安结束。 联合国野门问题特使办公室, 18日发布声明说, 野门政府和胡赛武装和谈中, 旧战俘交换议题进行了磋商。 双方一致同意, 采取措施推进相关工作。 缅甸军方说, 政府已将若开军定为恐怖组织。 缅甸国防军18日说, 缅甸政府已将若开军定为恐怖组织。 要尽快消灭。 旭库尔德武装官员表示, 拒绝土在旭北部建立安全区, 据阿拉比亚电视台, 18日报道。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一名高级军官表示, 土耳其试图在旭北部建立安全区, 是对该地区的军事占领。 库尔德武装对此完全拒绝, 国际联盟空袭叙利亚东部, 至20名平民死亡。 据叙利亚通讯社18日报道,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当天在旭东部戴尔族尔省, 实施空袭行动, 造成20名平民死亡。 原标题, 嫦娥4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2号顺利试底阅备。 图为嫦娥4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玉兔2号巡视器, 走上月面影像图。 1月3日晚间, 嫦娥4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 玉兔2号巡视器, 即月球车, 顺利试底月背表面。 着陆器上监视相机, 拍摄了玉兔2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 并由雀桥中寄星传回地面。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公图, 新华社北京1月3日店, 记者胡哲, 1月3日晚间。 嫦娥4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 玉兔2号巡视器, 即月球车, 顺利试底月背表面。 着陆器上监视相机, 拍摄了玉兔2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 并由雀桥中寄星传回地面。 嫦娥4号探测器, 1月3日, 成功落任后。 工作人员按计划开展了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各项准备工作。 对雀桥中寄星状态, 着陆点环境参数, 设备状态, 太阳入射角度等两气分离的实施条件。 进行了最终检查确认。 15、17分。 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通过雀桥中寄星, 向嫦娥4号发送指令。 两气分离开始。 飞控大厅大屏幕上, 嫦娥4号着陆器处立月面。 太阳历程展开状态。 巡视器立于着陆器顶部。 展开太阳翼。 伸出为干。 随后, 巡视器开始向转移机构缓慢移动。 转移机构正常解锁。 在着陆器与月面间搭起一架斜梯。 巡视器沿斜梯, 缓缓走向月面。 20、20、22分。 巡视器踏上月球表面。 玉兔2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印记。 图为嫦娥4号巡视器车轮。 1月3日晚间。 嫦娥4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 玉兔2号巡视器, 即月球车, 顺利使底月背表面。 着陆器上监视相机, 拍摄了玉兔2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 并由雀桥中寄星传回地面。 新华设发国家航天局攻图。 据俄罗斯消息报1月17日报道称。 近期, 俄罗斯国防部对空降兵进行了大规模改革。 对其使命做出重大调整。 军方将放弃在敌后实施密集空投的构想。 把空降兵打造成全球打击力量。 空降兵部队正在改组和重新武装。 以便迅速抵达全世界任何地区。 在那里站稳脚跟, 并控制大片区域。 他们将获得轮式战车、 坦克和飞机。 空降兵直升机。 报道称。 近期改革的主要心意, 在于出现了用直升机实施空降的空中机动部队。 不排除空降兵将首次获得自己的飞机。 这指的是空降兵司令安德烈谢尔九科夫, 2018年秋天在东方复2018战略演习期间所说的新型兵团。 额媒从国防部获悉。